2016深圳地铁新线路纷纷闪亮登场 这部颜值爆表的11号线财经验亮相 7号线9号线又将同步开通 来吧 让我们一起妙想新历程 地铁7号线西起南山区立水路 东镇罗湖泰安路 共设车站28座 其中10座为换乘站 可以7条地铁线实现轻松换乘 全程约30.173公里的线路 仿若一条丝带 在城市中央画出一个大大的V字 把西里 车工廟 上沙 石下 华强北 八卦岭 损港 田贝等片区 如珍珠般串联在一起 7号线的诞生 不仅意味着犀利的小伙伴 迎来了轨道交通时代 全深圳的小朋友们 都可以坐地铁去动物园了 7号线一路向前 经过拥有20万人口的 超大住宅区桃源村 经过24小时通关的 黄港口岸 再从世界文明的 华强北柱街下悄悄穿过 还将美食街 体育馆等休闲娱乐 一网打进 真可谓是一条 逛吃逛吃的经典线路 当然 除了客服中心 自动售检票设备等设施外 7号线还最新配备了 可视化求助系统 正逐步全面推广互联网 售取票机 并在沿线换乘站站台 设置的洗手间 触触用心 只会让城市出行 更便捷愉悦 另外 7号线的检修中心 设置在深云车辆段 除了夜间车辆检修 还将承担起 甚至25条线的 交通网络控制中心功能 听起来 是不是感觉棒棒的 和7号线一样 地铁9号线 也是联动东西 线路西起 红树湾南 东至门井 横跨南山 福田 罗湖三区 全长25.38公里 设有22座车站 其中一期 有6座换乘站 可与6条地铁线 无缝接驳 在深圳 梅林完全没有 望眉止渴的联想 这里的小伙伴 饱受苦出之苦 9号线横穿 整个梅林片区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出行了 不仅如此 9号线 无缝接驳深圳湾公园 红树湾超级总共基地 祝你更轻松通往城市中心 此外 9号线还将上下沙 银湖汽车站 鹿丹村 文锦渡口岸等老深圳 纳入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说到9号线的硬件设施与乘坐服务 那当然是没话说 延续深圳地铁一贯以来的标准 安全 正点 热情 周到 还有贯穿全线的 梅江客运设计风 占厅文化墙也是各具特色 随时准备惊验到你 好了 还是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地铁通了 以后妈妈带我去动物园 更方便了 没练通地铁以后可以少开车 低探出行 来深圳 习惯就从广港口湾过关 有地铁就更省心了 向下沙终于通地铁了 准时上班 跟迟到说拜拜 地铁很方便 我们老年人 也可以去更远的地方转转 建地铁就是建城市 地铁网络化运营 不仅方便了出行 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 变得更美好